今天跟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 乔家大院 钱有三不转 路有三不走 一起来听 15年前热播剧乔家大院 让晋商奇人乔志雍进入人们的视野 无数人津津乐道于他巧妙的行商手段 和超前的眼光布局 然而读了原著才发现 乔志雍所有今时之举的背后 都遵循着一个原则 钱财虽多 绝不赚亏心之钱 手段虽齐 从不走歪门邪路 看似容易的钱 不好赚 19岁那年 还是书生的乔志雍 在考场外结识了落魄秀才 孙茂才 此后多年 两人合作无间 一起扛过了无数困难挑战 成就了偌大的商业帝国 直到乔志雍 想进军票号业时 才出现第一次分歧 乔志雍以为 经营票号 可以借别人的钱财生利 又能方便所有商人 左边天下做生意 利人利己 孙茂才却兜头泼下冷水 认为这样的国之大力 不能由商人掌握 他严厉警告乔志雍 如果你执意进入票号业 那你必将尝尽世间的干苦 乔家则有可能一败涂地 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而事情也正如孙茂才 预料的那样 后来乔家票号虽然迅速 开遍长江南北 却受到皇帝和易贵妃的怨恨 乔志雍被打入大牢 倾家荡产 才换得活命机会 落到如此境地 固然是因为朝廷腐败 当权者昏庸 更根本的原因 还是从一开始 乔志雍就对开票号的困难 估计不足 只关注丰厚的利润 难免会忽略背后巨大的风险 只沉醉光阴的前途 不自觉就忘记了 理想与现实之间 通常隔着无数的微风险摊 其实 看起来越容易赚的钱 就越是难赚 那些超乎想象的回报 要么是因为站在风口 杀入蓝海 要么是因为违法乱计 代价巨大 前者需要过人的智慧 可一步走错 就会满盘皆输 后者从根本上就选错了路 大概率是难逃恶果 损人利己的钱 不要赚 孙茂才虽然不赞成乔治庸开办票号 但既然事情已成定局 他就不再做无谓的反对 而是尽自己的本分 继续为东甲出谋划策 可在争取广州官营会对业务这件事上 两人再次发生分歧 梁广总督是个贪官 孙茂才对症下药 承诺给对方分成 乔治庸却以与贪官同流合乌为耻 坚决不肯原谅孙茂才 两人彻底分道扬镳 孙茂才再次回到临江茶山 做了大掌柜 在那里 他只手遮天 肆无忌惮地压榨茶农 包养妓女 孙茂才的胃口越来越大 居然在乔家再次遭遇危机时 趁机蛊惑乔家大嫂 妄图掌控乔家身影 事情败露后 孙茂才才被愤怒的乔治庸 和乔家仆役扫地出门 他落得如此下场 可谓旧游自取 人生在世欲望无尽 而资源有限 利己是生物的本性 损人却是最糟糕的选择 今天抛却底线坑了朋友 明天遭遇危难时 也许就无人会伸出援手 所有今日因皆是他日过 出卖人格的钱 不可赚 多年以后 孙茂才和乔治庸再次相见 只是这一次 乔治庸成了阶下囚 而孙茂才 则是逼迫他向朝廷低头服软的主审官 孙茂才很清楚 乔治庸是蒙冤受取 可他太渴望报复乔家 竟然心甘情愿按朝廷的指示行事 又趁机要挟乔家大嫂曹氏 带着家产改嫁给自己 走投无路下 曹氏只得答应出嫁 却在新婚当夜拔刀自吻 引起轩然大波 而导火索孙茂才 则被慈禧太后当成平心民怨的工具 发配到苦寒之地 为虎作娼 却被虎所示 这个结局大快人心 却令人警醒 回顾几千年历史 总有人畏惧权力屈言覆试 为了利益出卖人格 却不知道 贪腐恶人也许能风光一时 却必须如履薄冰 碾碎所有尊严听命行事 出卖人格也许能得势眼下 可从放弃自己的那一刻 就是自觉于社会和亲朋 只能任由他人主宰命运 再臣再服 所有一本万利的期待 到最后 都是万劫不复的结局 这是三不赚的钱 还有三不走的路 不走歪门斜路 乔治庸接手家族生意时 非常困惑这样一件事 大哥乔治广 与达胜昌在包头开展商战 既不如人落入对方的陷阱 这不足为奇 可乔家明明在当地 经营数代人脉深厚 长达数月的商战中 乔家大哥和大掌柜 竟然没从合作伙伴中 听到一点风声 令人实在不解 直到他亲自来到包头 才找到原因 原来此时的乔家商铺 造不复先祖的厚道作风 不但出售商品时会以次充好 还对无力还债的人 穷凶极恶的逼债 逼得对方倾家荡产走上绝路 顾客和合作伙伴们怨声载道 乔家生意又怎能不见见没落 幸好乔治庸及时决场危机 重新诚信行商 宽厚对人 才终于挽回了声誉 这世上最凶险的门是歪门 最艰难的路是邪路 一时钻营取巧 赔掉的是长远名声 一时偷鸡倒把 断送的是一生安稳 显中求的从来不是富贵 而是刀尖上的虚妄 老话说 小成靠情 中成靠智 大成在德 人生在世修行养德 才是顺遂人生的最大底牌 第二个不走 不走穷途末路 对于乔家而言 包头的高粱生意 只是小头 撕茶经营才是主业 只可惜当时冰灾不断 南北茶路断绝 北半个中国 已经好几年 没有新茶输入 期限最大的两个茶商 水家和原价 固执的选择 坐等局势平稳 宁可每年承担巨额的损失 也不敢尝试疏通茶路 唯有乔治庸选择 冒险南下购茶 借着茶农 急于出手存茶的机会 他拿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 也趁机推出了大分量茶砖 在外蒙茶室独占凹头 而水家和原价 一味英雄守旧 一步落后 步步落后 竞争还没正式开始 达胜昌的东甲已经预言 水家和原价 虽然家底后事 还能撑上几十年 但最后一定会败的 这结局令人唏嘘 却并不让人意外 因为这世界上真正能困住人的 从来不是苦难本身 而是不知变通的心态 明知已成末路 却不敢突破 一边苟延残喘 一边大叹苦命 明知踏入歧途 却一意孤行 直到头破血流 才后悔莫及 却不知道 路走通了才叫坚持 走不通 就是愚蠢 学会及时拐弯 也是做人的必备的勇气 和能力 最后一个步走的是 步走顺境狂路 在恰克图 见识到票号的威力后 乔治永久想进入票号业 以此推动 或通天下的梦想 可他的雄心却遭到了 票号业的翘楚 广进园大掌柜 成青衙的迎头通缉 成青衙先是利用自己 在精进商领袖的身份 威逼所有合作伙伴 不许帮助乔甲 又拿出所有资产 连续16天到乔甲兑换 巨额白银 试图掏空乔甲 按行规 一旦乔甲兑不出现银 就要必须认输 退出票号业 眼见计划进展顺利 乔甲很快要和之前的 许多对手一样 败在自己手下 成青衙开始飘飘然 他不等败胜彻底见分晓 就向第三方 借出了200万两现银 却没有料到 这是对方设下的圈套 这第三方 正是乔家人伪装的 到了次日 乔家掌柜 带着160个金元宝 来到广进园 要求全部兑换成现银 可此时的广进园 剩下的存银已经不多 无力全额兑现 成青衙只得当场认输 几乎羞愧自尽 一场吻操胜券的争斗 成青衙因为自满和轻敌 反而输得一败涂地 白鹿园中说 凡遇到好事的时候 甭张狂 张狂过了头 后面就有祸事 在顺境里走得太久 就容易忽略 其中潜在的隐患 可隐患如火苗 无论再细小 一旦发作 就可能酿成大火 与其等到 大一世荆州时痛苦流涕 还不如从一开始 就心怀敬意 借交借造 踏踏实实 走得更稳 更远 乔家大院中 有一幅迎联说 行事莫将天理错 立身已于古人征 乔志勇这一生的行事 都不曾违背天理人心 也因此福泽后代 成就了一代传奇 人这一生 福祸都从己心 贵贱早是定数 妄求是烦恼的根苗 妄为是取货的道路 愿此后一生 你能修心正极 端正行事 赚该赚的钱 走当走的路 做到心安一世 便能幸福一生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